哪一天 并不停 那这是看佛法的围宁宁的广告 音乐也是找到那些不古的音乐 黄色的小樱桃 所以我们一些老人家 中老年人他们去看 会跟着唱会跟着哼 然后都一直收笔 这个是百货公司 这领百货 那个就吻合啥 他们引起他们的共鸣 我们发现说 原来我们听了台湾的东西 跟台南的舞蹈 台湾的啪会 引起他们的回忆 我们也是找了比较复古的电汤风店 我们也说 我们也是找了一份 但是无论的电汤风声 我们就给了台湾的电汤风 ads 我们还是要的闲流 对台湾的电汤风员 那服从对台湾风员 说别严重了 有编程的电汤风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里面也加了一段那个老瓜 那是为了增加我们整个聚业的那个 比较有欢乐的东西 把它丰富一点 那我把歌仔变成 用了一些老歌叫在里面 然后那个老瓜头上都有带一朵花 那我把这个当个道具 来穿荡的学生群 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又不同的那个缘我的方式去 这些都是老瓜 里面演出 现在已经看到我们在跳起来 那里面呢 我又加上了爸爸妈妈的故事进去了 中间那个人就是妈妈年轻的时候 那他们是 爸爸就要去逛 天天是提着鸟笼 骑着脚踏车东逛西逛 然后去那一刻 然后跟妈妈要约会 满时间都忘记了 然后妈妈就生气了 那两个人就在那个运河边 发生了一段的一些故事出来 那其实我们台南有一个运河训情记 他是听说是一个医生跟护士的那个恋情 然后后来好像是说 护士好像是跳了运河 然后训情了 然后这个有上报纸 但是我就把这个再转变成 我妈妈的故事 但是我们是用喜剧的方式去表现 那个在里面呢 我们变成是妈妈那个不小心 爸爸把妈妈的丝巾 因为妈妈生气了 就在那边哭哭哭 爸爸拿着丝巾拿下来 就把妈妈擦眼泪擦眼泪 然后就轟他 我带你去吃牛排吗 我带你去吃什么饭店 怎么这样走来走去 然后就不小心把那个丝巾 就掉到运河里面去了 然后呢 那个妈妈就生气了 那那怎么办呢 结果呢 爸爸就把那个皮带都掏出来了 来 来 你拉着我 然后呢 他就去 要去捡那个丝巾 然后就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就变成运河里面去了 就变成运河里面去了 但是呢 掉下去以后呢 结果那个水只有到那个小水度而已 其实没有运河里面了 都搞笑这样子 好 那是什么 你看 好 那我们这一段丝巾运河里面 我完全用的是台语的老歌 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 那观众呢 会跟着唱 跟着哼 那我们这就是当年带的少女来代表他们的心情 从十字巾远河里面 为什么 出頭的天使的 彩鑑的 遊彼的 彩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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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是媽媽已經等了等好久了 爸爸沒有來了 媽媽開始傷心了 等到已经逃出来 等到暗时那个路灯都已经亮了 还没有出现了 你知道妈妈很生气 她醒来要去运河那边 就是很伤心的意思 妈妈也看带着当年的蚝蜜 然后在运河边 那爸爸呢 不然就想到约会时间到了 他快点出来找不到 两个人在那边找来找去找不到 现在才看到了 他这个代表运河边 这个代表运河边 后面有一个木极症的 一个渔河 《 Brewing Winter》 《河湳浦정이》 《熊坏》 《河湳湾河海》 《河湖泉河河川河島》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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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 在你 在我 在你 所以上报了 就是我们最后一场要来演讲的那一个摄影师 先拿去看真的蛮好看的 对,那我们就为了这个演书 我们就办了很多的座谈 就是在成立的时候 对,继承大戏也做了一个座谈 然后还很多的 不是舞蹈界的人都会来听 他们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这个是内台戏 其实在那个比较古老的时候 内台戏就是说 戏人类人都会演一些花戏 或是那个心境这一些 对,那我们把这个日去时期 就已经有的那个全比戏 我们就跟他合作了 在他们的戏院里面演出内台戏 用演内台戏的方式来演出 那我们想破头 这是我自己画的草稿 那舞台要怎么弄哪 那风要怎么弄哪 然后影子要怎么画哪 这是我的草稿 我们在那边想破头 然后去全美县 这是全美县的老板 我老板 我们去他的戏院去看茶场壁 重点是他没有化妆室 舞者不知道在哪里化妆 他只有一个小小的舞台 那后来呢 旁边有一条小巷子 就变成我们舞者化妆的地方 换服装的地方 你看他们的服装自己掉地板 这样不像那个内台戏 那个那些寡野 那些寡野 地板那段 在那里面演出 真是我们舞者很辛苦 然后舞台很小 我们要加大舞台 怎么样把那个位置 又加大了 用了三四台的位置去 然后变成舞台 那旁边又不够宽 舞者跳起来又很危险 旁边又有一股 后面又有一股 然后舞者要穿台的时候 是在地上爬过去 从后面 后舞台这样爬爬爬过去 另外一边这样演出这样子 然后又很危险 然后舞台又不够大 他们又受拘束 那个身体又不能怎么样 放大 然后呢 我们因为要用这个 在扛盘 这个 这个戏院的看板 我们用了前台 要仅存的一位 廉振华老师 请他来画那个看板 要画在那个戏院的门口 那这是我们的 那是看板的主意 对 对 所以我们就画完了 对 这真正的用那个 这个颜料去画的看板 所以我们呢 招惟不成 招惟不成 招惟不成的那看板 就跟着清风下 跟着爱情妙威妖 还有 对 还有 全台湾是第一个 然后呢 然后呢 挂上去了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观众 我们都不知道 结果呢 来看着观众呢 排着好场好场 这下午场 我們那一天呢 演了三場 其實本來只有兩場 欸 對 兩天還有一場 然後呢 到禮拜五的時候呢 禮拜六要演了 禮拜五呢 老師還是有人一直在買票買不到 我說好 加午夜場 我們真的加了午夜場 只是為了那些買不到票的人加了午夜場 我想說大概只有二三四個人觀眾會看 但是我為了說好 那你們都看了 我說好家 然後呢 這是下午場的 都不是舞蹈店的人 而且都是中腦店 帶著爸爸媽媽來看完了以後 晚上再來看 要來一些情況 要來再進來看 你看 我們坐位坐得滿滿的 然後呢 補助宇 這一場是沒有補助宇 我們那個晚上場補助宇是 這中間是兩排的補助宇 那一邊的中間走道 也是兩排的補助宇 到後面都在家 都不夠坐 我們不知道盛況這麼空前 然後到午夜場 我們想說應該大概是二三十個 然後每週四十五十個 結果演完了以後 一些洗完澡的拿著鹽酥雞 因為我們這個簽不簽 我們可以讓他們吃鹽酥雞 可以帶便當進來吃 可以帶零食進來吃 所以一些那個從少女看那個看電影看完的一下來 他就順道就進來看了 一些從家裡洗完澡的 少年少女戴著鹽酥雞 穿著拓鞋就進來看了 一層 兩層 三層到後面 又坐了八層滿 讓我們除非要之外 家演五夜場 全台灣第一個舞團 家演五夜場的 對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們舞者呢 其實是真的辛苦的 當時只是一個說 好 我們滿足觀眾 讓我們做家的 其實那個舞者好像也成長了 非常地累 非常地累 但是他們也很開心 就是創一個先例這樣子 那我們的觀眾回想 因為我們這個下午場也做完了 我們跟觀眾有一個對談 觀眾回應好熱烈 平常那個如果說要那個會談的時候 觀眾待會走掉上面這次 上面這次留下來談話 那一定的觀眾幾乎都留下來 他們有好多的話要跟我們講 你們演的那個靈白或怎麼樣 你們的那個故事怎麼樣 還有人跟我們說 哎呀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怨懶殉情劑 其實真正的有故事 那個醫生怎麼樣 他也跟我們講故事喔 然後還有那個年輕人 錯氣了 誰要講 我有三個錯氣 第一個 然後就一直錯氣 錯氣不出來 說這是什麼事情 我好感動 你好用心 那原來我們台南有這麼多故事 第二個錯氣是什麼 哭哭哭 讓我們好感動 好感動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 就是要演台灣的故事 讓台灣的人可以感受到我們台灣的故事 那其實最辛苦的是我們的舞者 沒有我們的舞者 沒有這些舞蹈 那在這中間裡面的訓練 其實我們加了很多的戲劇 那這個戲劇就是因為 我從這個 一直逼迫我 要做很多訓練的那個那個女兒 她是英國 蘋果艾森科大學的那個戲劇博士 她七月趕回來 那這之間呢 她每一年 暑假啦 寒假啦 她可能有回來的時候 就幫我訓練 她加了很多的日常的訓練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 我們就請她來說一下 給我們很多舞者 我們的舞者訓練裡面 她們的表情是完全投入的 她們沒有 因為她們的年齡還年輕 而且就做不出來那個表情 我們也有很多的訓練 謝謝 我就是那個很愛台灣 也很愛被逼迫媽媽的那個女兒 然後就是剛好 很謝謝媽媽給我機會 然後我就去到英國去學戲劇 然後每年暑假放出家回來的時候 就是我來練習 在學校這一年來學什麼的時候這樣子 所以每年回來都是我的那個舞團 就是我的試驗場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就看媽媽的舞長大的這樣子 然後是很 非常非常喜歡媽媽的舞 可是我發現舞者的表演有一點點問題 舞者們身體都很好 很會跳舞 但是她在演戲的時候 就變得很恐怖 因為她就開心有一點 她刻板的演法 例如說舞者如果要看月亮 看月亮 然後這樣子 啊 掃望好香這樣子 對 都是比較刻板的演法 所以我想說 如果她們已經跳得這麼好了 那可以再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表演的訓練 那我們這個舞團不是很無敵嗎這樣子 所以 我在那個埃塞特大學的時候 跟了一個老師叫菲利普 然後那個菲利普她 我不知道 我到英國去學的竟然是這些東西 是很像靈修派的訓練這樣子 就是學的是瑜伽 印度瑜伽 印度武術 還有中國太極 對 然後 然後所以呢 可是 不過她最重要的是 她這個一些演員訓練的那個原則呢 她其實不只是那些東方的武術 她是讓演員能夠非常專注 在當下的舞台上發生的每一刻 所以她很強調 真的跟我們中國 中國台灣的武術都一樣 就是非常強調一種每天日常的 每日的修行跟訓練這樣子 所以呢 我開始練習呢 我們每天在排練之前就從靜坐開始 從靜坐開始 然後 那舞者呢 先從靜心開始 然後呢 然後因為那個徐老師呢 她發明了一套訓練方法 叫做異學心靈舞蹈 那這個異學心靈舞蹈其實是說講白一點 是有點類似KIGA的那種舞蹈 對 所以她是讓舞者在一個很沉靜的狀態之下 然後能夠讓身體 讓全身的氣 從丹田發出來的氣 能夠帶動她身體能夠自由的 自己的運動 運動 然後就是會發出 讓那舞者的動作會看起來是非常深層 不是造作的 因為那不是經過設計過的 是她全身的氣流來引發出來的動作 所以這就是我們上一次去年的時候 在愛國婦人 台南的愛國婦人會館 那邊演出之前呢 我們就在那個婦人會館裡面靜坐的情形那樣子 對 然後 呃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們舞者們的例行的練習之一 就是那個太極 太極的啟示 那 呃 因為表演呢 講求是一個舞台上 它大家整體 其實這都還是回到氣 然後跟能量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希望能夠訓練到他們是 能夠在舞台上是能夠彼此 能夠知覺到彼此 不是跳自己的 然後讓舞台上所有的演員 所有的舞者 都能夠是 他們的氣勢在一起的 這個東西說起來很虛無 可是有練跟沒有練是真的有差別的 所以像這個練習就是呢 在沒有指令的狀況之下呢 舞者們自己做完啟示 呃 太極的啟示三個 然後這個是 呃 上個禮拜才剛在國家戲劇院演出 呃 演出完的情形 然後這個也是演出之前 我們非常強調就是一定要從進行 從靜坐開始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練習 呃 除了靜坐之外呢 我們還有 還會帶進一點日本的舞踏 就是鋪頭 那這個日本的舞踏呢 他的練習非常有趣的是 他讓那個演員 舞者的腦不要運作那麼多 因為一旦演員跟舞者的腦運作太多 他的東西反而是僵化的 所以呢 這個舞踏呢 是讓他能夠很自然去反應整個環境 所以呢 我們就 呃 我們這個部分是臉的舞踏 他身體不動 可是當我們放音樂下去的時候啊 他的臉會自己隨著那個音樂 音樂的刺激 然後來運動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也是他們在靜心 啊 我剛剛說的TIGA的舞蹈 對 你去去去去去 那可以看到他們 其實他們都非常年輕 我們這次表演完之後呢 觀眾有一個回想就是他們看不出來 他們其實竟然這裡面當中最大的 年紀最大的是21歲 其實他都是17、8歲 那可是因為藉由這些靜心啊 這些戲劇的訓練 他們能夠在舞台上是看起來比較深層 比較成熟的 比較在當下的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個練習 我們這次的表演裡面呢 有一首舞是雪梅 就是剛才老師說的說 用那個手券變成雪 雪梅樹的那個 那個 雪覆蓋在梅樹上的那首舞 那這次呢 我們因為 呃 呃 呃 這個訓練呢 就是讓他們的這個雪梅樹呢 每個人的手指頭都化成一個樹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個人的手指頭 是把那個意象放在身體裡面 所以他們的手指自然擺出來 是一些肢節的感覺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也是 然後 呃 另外一個訓練 比較有趣的訓練 也是一個蠻靈異的訓練 就是 那個叫做 Chekhov 的那個 Imagination 的那個訓練 他是用想像力 呃 想像舞者 我們在演出之前 我們還是設定有角色這樣子 所以呢 在演出之前呢 我讓他們每個人都是閉上眼睛 然後就說 呃 打開心 打開 打開 呃 要他們想像面前有一道門 那打開門 門的後面就住了他的角色 所以那個門 當門打開之後呢 他們會看到那個角色 那這個舞者呢 這一次他演的一個角色 是一個老哥 老婦人這樣子 看盡力盡風送到老婦人 那事後演出完之後 他告訴我們說 每次他眼睛閉上 打開他心裡面那個門呢 看到的都是徐老師 對 然後就是徐老師 然後他在演我這樣 對 所以難怪他每次的肢體 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成 呃 帶著一種深度 跟那個年齡的 年齡的動作這樣子 因為他看到的就是徐老師 然後他看到徐老師 往他面前走過來 呃 摸著他的臉 對 那這個練習呢 最後呢 會讓這個角色 跟他面前 呃 動作動作之後呢 然後請那個 我請他們 讓那個角色轉過身去 然後他們個人 每個人都往前跨一步 跟那個角色融為一體這樣子 那當這樣子之後呢 再打開眼睛之後 每個人的眼睛 就是每次我都有嚇到 對 因為都感覺都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 像這個女孩 她的眼睛是很累的 這個只是演出之前的靜心 因為當他打開眼睛之後 她的角色是一個九女 九家女 她這次我們演的《國務相村夢》 裡面是一個 呃 呃 呃 浴人部署的九家女 所以當她打開眼睛的時候 她覺得她整個人的情緒 直接都湧上來了 所以她的眼睛裡面就自然就含著淚水了 這並不是她去做出來的 對 嗯 那其實 呃 對 然後這就是跟大家說一些訓練 然後我們是基齒騰 希望可以為這個帶來湖城的故事 謝謝大家 那 但是戲還沒有算 他有說啊 對 製作台北的演藝 真的有一個電話 對 我們是演台南的故事 然後用湖城的四季春夏秋冬 用台南的一條巷子叫做那個火舞巷 就是在那個4.5廟旁邊有一條創命巷 它是一個很老的巷子 我們用那一條來表現台南的福城的四季 春夏秋冬 對 所以我們又叫做夜化 369夜化是那個那一清代的時候 一個台南的一個報紙 那我們用那個報紙的方式去做節目單 然後寫一些我們台南的一些小故事 好 那如果不對我們的舞蹈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12月29號12月30號 在台南的文化中心演藝廳 我們有兩場的演出 我們這次演出的是 古城的小風神的故事 跟土地跟神明跟道子有關係 跟道教神明有關係 那我們借用了許品丁的那個小風神 他的一個漫畫書 他有滑稽的輕鬆的風刺的東西 比如說腳踏車的星球上太早 我們用很現代的方式去演小風神 好 謝謝各位 那我們今天來講說到這裡 如果沒有什麼話 我們可以今天回答 然後我們會和他一起看 謝謝 我今天去ahrne當時 之下 他在這裡 是個韓國 認識的 然後我們要去看 谢谢大家